大家好,我是Dan 出道今年次的女团勒布里吉 下个月12号合约就要到期了 但是最近一次的回归专辑是在去年9月份发行的 也就是说有一年多都没有任何团体活动 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心 而就在前几天 勒布里吉成员吉祖在直播中也对此透露了不满 10月12号 吉祖在直播中表示 什么时候能见到粉丝们呢 我们也是经历了 有说过想要出专辑 并没有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做 这也是我们的人生 这样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也对不起大家 希望大家能知道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都没做 然后成员吉在10月9号也在IG留言 最近我都忘了我的职业是什么 只看IG的话 就好像是个美食部落格一样 因为这个留言被很多网友们质疑 是举及所属公司而引起争议后 今在10月13号重新发文表示 希望媒体不要报道了 不是以不好的意图上传的 请不要猜测跟误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去年回归前也是有了一年的空白期 现在又是一年的空白 身为粉丝很伤心很烦 很像火 还想听他们的歌呢 最近敏君在综艺很火 是不是只想推敏君呢 InPG2的时候也这样了 现在又这样 希望大家都能投出 对于Lovely级一年多的空白期 以及合约马上就要到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过生日的 旁谈送与男成员吉敏 为了进行自己的生日 以及回报阿米们的关爱 下韩国绿伞儿童基金会 捐款了银翼喊臂 根据媒体报道 基于尊重吉敏本人的要求 绿伞儿童基金会 以及PKIT都不会对此正式发表声明 跟以往的捐款善心一样 吉敏不希望张扬此事 我们吉敏好棒棒 哇 吉敏前一阵子也捐款了 现在又捐款 真的是天使 持续不断的捐款 真的好厉害 心太美了 吉敏 生日快乐 下一个消息是 自称是博你个头饰的这个东西 今天 韩国大法院对他进行了终审宣判 判出了42年的有期徒刑 要给他420年 让他在监狱里腐烂 在我们国家42年已经算很多了 60多岁出狱的时候 身体也会很健壮 一定要好好关注他 酒驾撞死人才给4年的国家 42年真的是很多了 只是希望不要有假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的B-Boy团队PugionMC 以及网友们挑选的 6位最强B-Boy Idol 金忠民 攻击技巧合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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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理远速度 非常 黄七二 黄七二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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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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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ダニエル JB JB 哇~~~ 哇~~~ 非常有名的 現在B-Boy就開始了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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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大家心中的最強B-Boy Idol是誰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